这个女孩正哭着求男孩不要离开自己 她很害怕 而就在刚刚 女孩的男友被男孩牵手杀死 仇人就在眼前 但女孩跟男孩最终却紧紧相拥 痴情的源头还得从一天清晨说起 男孩名叫小石啸 而女孩公本力是她的轻眉足马 但小丽却跟啸的机友走到了一季 于是凡遭了啸 一人翘课出来散心 结果却目睹一名老师被人咬得大出血 没过多久 老师也就受急感难咬伤身旁其他老师 这次向残伤的荧幕当下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她连忙跑到教室带小丽和男友撤退 三人拿好武器应对突发事件 小丽的父亲是名警察 她想打电话报警却发现无法接通 很快学校就发生了暴动 所有人在意识到电视里才会出现的嗓尸 竟然真的出现在他们身边 所有被咬到的人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都会被痛化 三人才刚走没多久就遇到了第一只嗓尸 可外表浓露的小丽却是长枪不斗王牌 一人轻松自钻嗓尸的心脏 却发现对方还能行动 男友接着抱住了丧尸 企图限制她的行动 结果却被丧尸咬了一口 最后还是笑打爆了丧尸的头 再让丧尸彻底死去 现在已经有很多同学被丧尸同化 他们才能凭着发现打败丧尸的办法 钻掉丧尸头部攻击而侥幸逃到天台躲避 但小丽男友却开始慢慢地被痛化了 凌重前请求笑杀死自己 在笑出手解决掉她后 小丽就开始责备她 为了不让青梅憎恨自己一辈子 她决定下楼去解决丧尸 能夺消灭一只十一只 结果她这个决定却让小丽感到害怕 所以才会有了开头的一幕 朗朗留下 两人最终抱在一起 小永远也想不到自己能拥抱心爱之人 竟是因为杀死好友 这一让小决心要好好保护小丽 他们离开电台 打算寻找更安全的避难点 途中两人听到惨叫声 赶过去正好和学姐雅兹 以及小丽竞相会合 雅兹是一个战斗狂人 斯坦河丽救下了天才少女沙耶 以及飞宅坪业 六人组成小队 来到一处没有丧尸的办公室 暂时修整 竞相的车没办法承载六人 所以 有人提议用校园大巴 在计划确认之后 他们开始行动 因为之前坪业跟杀业确认过 这些丧尸已经失去了视觉 他们为攻击人全是依靠听觉 本打算静悄悄地离开 但最后有人发出声响 瞬间吸引了一堆丧尸 于是种人又只能用武力 突出重围 在成功坐上大巴后 正准备启动 原处就有一群学生跑出来 向他们求救 六人瞬间有了争议 等或者不等 但有一个叫子腾的老师 却很好心地 引导同学们赶紧上车 不过一名学生 因为刷到而行动缓慢 想要让子腾帮帮自己 却被对方狠狠地在脸上 踩了一脚 这个老师 可不是表面地这样 闻闻而哑 一上车就询问六人小队首领 是谁 可笑他们只是互相帮助 并没有想命令谁 可子腾就认为 必须要有个首领 被他引导上车的学生 根本没想过是 笑他们停车才能获救 被子腾洗脏的学生 将他称为首领 而跟子腾有过节的小丽 一分钟都不想在车上待着 在大巴驶出校园后 小丽就要求下车 笑想要劝他 做一个人的驾车 结果一辆失控 大巴朝着他们冲了过来 将两人困在隧道内 下后朝着牙子他们 收了一个新的集合地点 就让他们赶紧先离开 而且要跟小丽两人 也幸运地找到了一辆摩托 无证驾驶虽然不对 但这个节骨眼里 根本管不要那么多了 沿途中 他们看到整座城市 都是狼藉一片 在赶到城市后 摩托正好需要加油 不过 这是自助式的加油站 没有钱的笑 便已能跑进店内 砸坏了收银机 结果 在屋外的小丽 却被一个歹人挟持 现在的生存法则 已经变成了不择手段 为所欲为 歹人想要笑 叫做摩托 结果却被笑给反杀 两人骑着摩托继续逃离 又下声一口气的歹人 任由丧尸吞噬 现在笑 又赶紧赶往指定地点集合 而其他四人在大巴上 也决定脱离紫藤团体 他们都不喜欢紫藤 这道貌暗男的模样 所以在平野用自制骑枪的掩护下 成功脱离 不过下车后 显然更危险 四人很快就被丧尸包围 虽然牙子的剑术很高超 可却终究 难敌众多丧尸 在这斜骨眼里 笑正好听到了平野的七丁枪声音 于是闻声而来 有了两年的加入 竟将包围过来的丧尸 全部解决掉 一伙人商量下一步行动 笑意进行提议 可以取代友人的公寓 一伙人又是经历一场 极为惊险的突破 成功来到友人的公寓内 现在的他们是相对安全 几个女生被打算洗澡清理一下 但由于画面太过劲爆 所以只能恰毒食了 而男生则在公寓的铁柜内 找到了真正的枪械 在场的中轮 只有平野懂得使用枪械 难得有新闻播报 笑他们看的新闻 才知道这次丧尸出现的缘由 一群百姓在抗议政府 私自开发生物兵器 并且警方消灭丧尸的过程 被有心能利用 被人误导成在无差别的杀人 警方的微信瞬间降到谷底 最终 被捕无奈只能使用必要手段 来镇压躁动 估计军货就是最好的工具 在该将杀死带头躁动的人后 这场直播就被切断了 笑跟平野清楚地意识到 现在想要活命 唯独只能依靠自己 除了气氛开始变得有些紧张时 镜翔老师心来喝醉 而无差别的要亲亲 这该死的诱惑 又有谁能顶住 但现在真的没有心情 去讲这些坏事 他在安置好镜翔老师后 下楼却又给牙子当头一棒 没想到 他穿得比镜翔老师还要性感 脸红的笑才刚缓过进来 却又面临了一次青梅的冲击 因为担心父亲安危的小弟 在喝了点小酒后 娇女人的姿态也流露而出 眼看两人之内有发生了什么时 外面突然出现很多丧尸 狗飞声让所有人瞬间警惕起来 看着楼下预览的人 所有人的心情都很糟糕 直到云小罗莉要被丧尸攻击时 萍也在阳台开枪救了他一次 这一项也打醒了笑 他要进自己所人去保护别人 于是 便急着摩托出门 萍也在阳台掩护 精灵也清楚知道这个地方已经待不了了 所以便驱车打算离开这里 他们来到笑这边将他带走 一会人急急完毕 用车转开了一条生路 而接下去 他们打算去寻找自己的家人 而警惕也在天亮号都纷纷穿上了衣服 可就在他们以为安全的时候 丧尸大军又来袭了 无奈的他们继续打算用战车转开一条生路 可是轮胎却被路上的钢丝给缠住了 最终战车无法驾驶 而被迫停了下来 小莉被冠心甩了出去 小吉王跳下车 用枪来保护小莉 甚至用小莉的欧派来当拖把降低后坐力 这神操作并没有让他们危机解除 想把丧尸越来越多 小莉只好跟着牙子两人试图引诱丧尸离开 但是丧尸却不管他们两人 继续朝着脚离他们走去 眼看众人就要被丧尸吞噬了 援军却在这时赶到 这让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更没想到的是 援军竟然是撒烟的母亲 现在小莉他们的危机解除了 而小莉跟牙子却反而被丧尸包围 为此 他们决定从另一条路去撒烟家会合 但在这之前 他们需要一台交通工具 如今丧尸入侵 活人都很难看到一人 接近了店铺都成了共享资源 于是小莉跟牙子找到一台水路两用的机车 由于丧尸的智商很低 并且是依靠声音来进攻 所以小莉故意驱车前往河梯 虽然这车能在水上驾驶 丹丹和牙子还准备笑笨拙的车技给搞失身了 等来到一处安全的地方后 牙子马上换了一身衣服 可是没过多久 牙子又被笑给搞失身了 他甚至忍不住询问笑是不是有喜欢把女孩子弄失的癖好 但笑这次是有自己的计划 他将车开到公园水池的目的 只想让车持续发动来吸引丧尸 而他们则偷偷地趁机逃离 有牙子高超的进展能力 两人很快就杀出重围 可是当面对小孩丧尸时 牙子却突然控制不住自己 过往不好的回忆全都浮现出来 还是笑急忙解决掉两个小孩丧尸 他们也成功来到了一处神社避难 孤难寡女共处一室 这难道不该发生点什么吗 想笑讲述了自己的过往 曾经恋悟着他在一次回家时 被一个男人给袭击了 男人想要对他做坏事 他先是装着揉络 然后趁男人松懈时 用木刀把他的骨头给打碎 警察最后认为牙子是正当反胃 所以无罪 可是经过这件事后 牙子体内的暴力因子就撤离被决心 这次丧尸入境人类 他虽然感到害怕 但却在杀戮丧尸时感到异常的痛快 不过面对小孩变成了丧尸 他就失控无法下手 认为自己是个疯子 笑努力地安慰着牙子 最终两人身体往往靠近 天亮了 丧尸经然来到神社 可是经过一个晚上 牙子等就没有走出来 不过当笑抱住他表白后 他还是被笑给感动了 那一句不管怎样都会喜欢牙子 请求牙子做真实的自己 让牙子决定去面对自己的扭曲 他轻松解决了眼前的丧尸 这宛如女战神一般的牙子 却在时候满脸羞红地询问笑 你会负责?对吗? 两人也脱着疲惫的身体来到了沙耶家 臭不要脸的笑 其男人很自然的来见青梅小丽 就好像之前没有跟牙子发生过什么 换上合部的牙子也异常美丽 两人碰面还会满年羞红 不过沙耶却跟母亲吵架了 因为他们现在所在的地方 就是绝对防御的药塞 可是想要让药塞一直使用 就得需要电力场不被突破 但这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就算不被突破 里面的人也不可能无时无刻都在工作 这就意味着制作药塞很快 也会被丧尸入境 并且整个药塞的人都将沙耶 还有笑他们当成小孩 自好没有把他们当成能对抗丧尸的主力 如果丧尸进攻过来无法抵御 想要活命 就只能抛击这些药塞的人独自逃离 是因为主人沙耶父母肯定不能离开 为此 交集人围在一起讨论接下去的行动 可是 却没有一个结果 毫不容易暂时生懈 所有人的精神反而比先前更加紧张 沙耶父亲为了让人清楚知道 丧尸的危害 将一个被感染的家族人当众处决 下定遇到丧尸 必须果断清理 可是很多无人的大人 却不愿意面对世界和平被毁灭的事实 那位沙耶父亲说的话都是放屁 这不过是传染病和杀人病罢了 他们取决暴力支配 一想要杀死丧尸的唯一办法 就是砍掉头颅 口口声声说着热爱和平的大人 根本不愿意听从沙耶父亲的话 一想要父亲是在保护这群愚蠢的大人后 沙耶就感觉到无力 最终 沙的小队决定自己行动 而青梅小丽也找到沙表达自己的情感 这些时间来 一直都是沙主动保护自己 为了跟沙在一起 但愿意付出一切 随后就被沙给扑倒在床上 但因为小丽身体还没有回复过来 最终坏事还得推迟再做 很快 遇到之外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天空出现一道奇怪的光芒 整个药塞竟然突然断电 沙耶断电则是EMP攻击 为了所有电子设备全部无效 就连汽车也会无法控制 之前提到的子藤老师 因为这个情况和时空发生车祸 最终吸引他丧尸全部丧命 而没想到丧尸也在这攻击到来后出现 一群丧尸开始袭击要塞 由于露青的丧尸实在太多了 之前高高声声说着 不愿意暴力去陪的大人们基本被感染 沙耶父亲恶母已经决定留下电后 给小丽他们只处一个安全的地方 让小丽他们一伙人赶紧离开 他们驾驶的车辆有反EMP装置 凭借这辆战车冲出了中围 可危机却根本没有解除 而他们接下去的行动就是寻找各自的家人 故事结束 这部翻的画面极为让人震撼 光是四个女孩的镜头特写 就让无数男人顶不住 而暴力画面则或许会让人感到不适 除了以上这些点之外 零无性能的打造也是很吸引人 尤其是学姐牙子 而明眼人自然能看出这番的结尾只有后续 但这部福利满满的动漫 却或许不可能会有结尾了 因为云作者去世了 这部动画几乎是不可能能到后续 不知道有多少观众赞同这部翻 是动漫圈内最好看的丧失题材呢 另外让我默默的吐槽一句 谁说卖漏不能蓝 这完美贴切前十定义的衣服构造 简直太棒了